哈喽大家好我是星星 今天呢是一期作为深度熬夜患者的自白 我知道有很多观众小伙伴呢跟我一样 这个年纪啊刚过二十出头 但是呢每天都顶着两个熊猫眼 这个皮肤暗沉无光泽还经常冒斗 额头呢逐渐承担起不属于这个年纪该有的光明 白天的时候啊一点精神都没有 到了晚上真的是比蹦迪海海 如果说你有以上的症状 那恭喜你啊跟我一样已经成为了熬夜晚睡的晚期患者 俗话说的好啊熬夜一直爽 一直熬夜一直爽 作为一个资深的熬夜剁手党啊 每到凌晨依然在看直播购物呢 已经成了我的家常便饭 所以呢对于熬夜和护肤这种事情啊 我实在是太有资格来发言了 虽然说我现在化了妆啊 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皮肤 你能看得出我是每天三四点钟才睡觉的人吗 俗话说的好 久病成疑 我这个人啊在熬夜护肤这条道路上呢 已经有一套很熟练的护肤手法了 所以呢不要白嫖啊 赶紧三连走起 因为以下的内容全是干货 不过呢丑话我还是要说在前头啊 对于熬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早点睡觉 现在呢我已经卸完妆洗好脸了 你们可以近距离来看一下我的这个皮肤啊 在熬夜机里面应该可以算得上是扛把子选手了吧 像平时呢如果说你已经知道今天晚上肯定得熬夜了 那这个准备工作你必须得给我做起来 什么熬夜面霜啦熬夜精华啦熬夜面膜啊 一个都不能少的 像我呢一般就是会先用一个三明治面膜 随便拿出一款补水的面膜在脸上敷个十分钟 好啦现在呢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我们先把这一层给揭掉 但是不要扔啊等它拌干了之后呢 我们再上一层涂抹式面膜 那我平时用的比较多的都是这款 菲洛加的十全大补面膜 我一般呢就直接用手 让它在脸上厚敷个二十分钟 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去洗个碗呀 或者做点家务什么的 反正涂抹式面膜它不会滴滴啦啦的嘛 好啦二十分钟过去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三明治的第三步 拿出你刚刚没有扔掉的这一张补水面膜 直接把它盖在我们的这个脸上啊 再出十分钟 虽然说敷这个面膜的时间比较久啊 但是它一点都不妨碍你去做任何的事情 好啦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可以直接去洗个脸啊 我感觉今天开了这个打光灯 搞得跟个白天一样 好现在呢我已经洗好脸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已经 虽然是喝饱水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高兴的太早 你如果没有继续用精华和面霜 去加强保湿和锁水的话呢 这个水分也是会自然的挥发掉的啊 所以后面的护肤才是真的重点 其实我平时有一个泡脚的习惯 毕竟老了嘛 这个养生必须注重起来 你看我买了很多这种中草药的泡脚包 我觉得特别的管用很排汗 那我就会把泡脚筒搬到这边来 一边泡脚一边护肤还能看个剧 泡脚的过程呢我就不演示了 反正你们都懂了 我会一般在护肤之前呢 先喷一下这种喷雾 像这种喷雾我都会喷好几次 喷一遍呢先把它轻拍到吸收 然后再喷一次大概喷个三次左右 因为我是干皮嘛 所以我特别注重这个补水 这个步骤我觉得还是蛮必要的 喷完喷物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步上精华 像我就会选择那种专门夜间修护的精华 最近呢我在试用这款水密码盒 磨道祖师联名定制的熬夜安瓶 这个小铁盒说实话看上去也蛮精致的 而且每天用的时候都能看到我的男战哥哥 男战弟弟了 这个铁盒里面呢其实是有七支这个小精华 正好是一周的量 而且我已经连续用了四天了 这个精华呢就是专门为我们这种熬夜机来设计的 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呢叫做MAPX修护源 可以针对来修护我们的肌肤屏障 像平时熬夜之后呢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什么暗沉啦 粗糙啦或者是毛孔粗大 这些都是它重点解决的对象 其实护肤也蛮简单的 你只有把你的皮肤屏障给修护好 你后续的那些护肤品才能更好的吸收 我现在呢已经连用了四天了 其实这个肤矿的改善是很明显能够看得见的 像我平时这种暗沉的地方啊被提亮之后呢 肤色也变得更加的均匀了 老粉应该都知道在往年的秋冬天 我的脸颊是非常的红的 而且因为天气干燥嘛 我这种地方啊还会起皮 但是最近呢我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你们很明显看到我的脸颊都不红了 这个安瓶呢每天就是这么一小只的亮 不瞒你们说以前用这种安瓶很多都是玻璃的嘛 然后我经常会划破手 但这个就很安全是这种PP材质的 而且啊它还是进口的 所以用着就非常的安心 上脸之后它的质点就是这种轻薄细腻的 而且你配合这种打圈按摩的话呢 它就很快就能吸收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精华涂好之后 一定要等一会儿再去上下一步 像平时那些爱长痘的宝宝 其实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 像长痘后期留下的那些痘印 你如果配合着用它呢也会让你好得更快一些 外加啊它里面还有玻尿酸 烟线啊 都是一些补水和美白的成分 像这种成分对于我们熬夜休闲 真的是必不可少的 补水美白可以改善我们的皮肤暗沉 以及干燥起皮的一些现象 其实我们皮肤上有很多的问题 都是因为太干而造成的 最常见就是起皮 以及你们想不到的皱纹 其实也是因为太干 如果说你们不想老得快呢 必须给我好好的补水和保湿啊 好啦 现在等待的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 其实它吸收的速度是蛮快的 一会儿就已经吸收干净了 而且它是那种完全不会黏腻的质感 其实除了爱熬夜的妹子啊 如果你皮肤经常会出问题 这款精华我也很推荐你们去试一下 等吸收完了呢 我们就要涂一层面霜 给你们安利一个 我的神器娇兰的熬夜面霜 如果是有条件的宝宝啊 一定要录这个 像我熬夜的时候 一定要厚厚的去涂一层 我才能安心的去睡觉 不然的话就心惊胆战 连做梦都会做噩梦 现在呢我熬夜的护肤已经做完了 我们明天早上再来看一下我的这个皮肤状态 我现在去睡觉了 晚安 哈喽 现在呢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已经醒了快半个小时了 然后准备起床 其实除了我这个自带的黑眼圈 我觉得其他地方你根本看不出是熬了大夜的人 就又亮又嫩又滑 昨天给你们分享的呢 真的是当代熬夜少女必备的一个护肤方式 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必须给我学会 还有这个特别省事的熬夜安品 也都给我安排上 好啦 今天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熬夜少女 我们下次再见 Bye ya